华为从去年开始,经历了很多风波,被多个国家拒绝合作。 CFO孟晚舟,被加拿大非法逮捕。 华为正处于多事之秋,但其根本技术仍处于不败之地。 华为技术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地,拥有世界上领先的5G技术。 其通讯产品的价效比,也让很多国家难以拒绝。 但是仍有国家打住国家安全的名号,拒绝华为的进入。 美国在拒绝华为后,它的小弟们为了向美国示好,也跟住拒绝了华为。 包括日本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。 当然,这些国家都要承担一定的后果。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,加拿的大两位电信巨头估计, 若加拿大跟随美国、澳大利亚、纽西兰等盟友的步伐, 禁用华为装置。 预计其面临的成本,至少为10亿加元。 而澳大利亚拒绝华为进入, 也将承担巨大的商业后果。 华为公司为澳大利亚提供至少一半的4G网络。 另外,澳大利亚一些主要电信运营商,也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装置。 所以,澳大利亚如果拒绝华为,不仅代表着无法使用5G, 就连4G网络也要一同拆除。 这样花费非常高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成本。 近日,澳大利亚的运营商Optis已宣布推迟5G计划。 虽然该公司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, 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, 澳大利亚现在合作的通讯公司,是安利信和诺基亚。 很显然,他们的5G技术研发,落后于华为。 这是澳大利亚的本来打算在今年年初就实现的5G计划推迟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。 5G网络被全球所有国家公认为,开启下一次经济腾飞的钥匙。 是实现万物互联的重要基础。 所有通信运营商,都致力于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。 2018年 5G当选为2018年度科技类十大流行语。 如果对5G没有什么概念的话, 可以看一下下边的对比。 4G网络的下行速率,能达到100MBPS 150MBPS。 而5G网络的理论下行速度,为10GBS,相当于下载速度1.25GBS。 我们下载一部蓝光电影。 可能几秒钟就下好了。 如果这些国家,仍然用莫须有的名头,拒绝5G发展。 那么就要体会什么脚落后就要挨打。 无论如何。 澳大利亚拒绝华为的后果,最终将由澳大利亚的企业和民众承担。 这个结果对于用惯了4G网的民众来说一下子应该承受不了吧。